原标题 也因两度费力的缘故 而受到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然而 他并不是清朝首位太子 因为早在入关之前 太祖皇帝就曾立下过一位太子楚英 虽然他立下了无数战功 结果却被强行赐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这一点 就不得不提起他的父亲 也就是努尔哈士本人的身世 与铁木珍等草原英雄一样 他小时候也是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所处的部落 也一直遭遇敌对部落的追杀 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 他只好选择了入赘童家士 因为孕妇部落的势力 在当时很强大 能够对他起到一定的助力 童家士为他生下的孩子 名字就叫做爱心觉罗楚英 过了四年 他的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在努尔哈士洗冰他 过程中 他的这个儿子 虽然只不过是个少年郎 却已经在战场上显示出了过人的本领 为父亲统一建州女真各部 立下了赫赫战功 对于他的表现 父亲也是十分满意 赐予了他红巴图鲁的称号 相信大家对此不会陌生 因为姚拜等人也有过这样的封号 这在蛮语里表示的是 永世展开全文除此之外 他在东征西讨中还显示出了过人的谋略 更是受到了父亲的赏识 此外 努尔哈士之所以会立他为太子 与他本人的包地企图叛乱 被幽禁致死有关 这时候的努尔哈士有点心灰意冷 为此 就将一些军国大事 交给楚英来打理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儿子的太子地位 也逐步得到了权利 然而这个时候的楚英却不懂得谨小慎畏 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富贵 相反的是 由于在幼年时期受过惊吓 养成了残忍暴力的性格 人际关系也处理得相当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 其他皇子对他相当仇视 而且就连努尔哈士的很多大臣都被他得罪 这些人连起手来告欲状 称 楚英虽然位居太子的尊位 却有不尘世心 更为糟糕的是 经过一番彻查 竟然找到了他意图谋反的证据 无奈之下 努尔哈士只能选择向幽禁包帝那样 将自己的儿子也幽禁起来 即使如此 努尔哈士还想挽救这个儿子 然而这时候的楚英 却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甚至还对父亲表示 只要他有翻身那天 一定会把那些兄弟和大臣给杀掉 努尔哈士到这时才明白 这么多年来的心血算是排废了 他培养的这个儿子 根本就不是接班的合格人选 为了保证自己创下的基业 不至于毁在这个儿子手里 他忍痛决定将太子处死 楚英虽然就这样离开人世 但他此前已经娶妻生子 他的曾孙女后来嫁给了乌拉纳拉士 然后生下的女儿 就被雍正皇帝取进宫里 也就是甄嬛传中雍正 皇帝的那个皇后了 废住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组